今天早上回到國台 基台台地案 森林報告是演範 可能是地質局部疏傷所造成的 並沒有直接政府跟基台絕對有關聯 這就叫議員這期 台北市見官署的揮揚 報告是說地土甲有地質疏傷症情 並沒有跟基台無關的 會發分給基台 要求涉海賠償和厚秀協償 好 我們來看一下租戶家的門 門無法討論 拚筆順也繼續發生 八次基台台地案 造成附近民家修順 八次議員 等議員這期 修順後 鎮定報告出來 內容說 經濟透過日代掃描結果 驗判 可能是當地地質局部鬆軟 沒有直接政府跟其他絕對相關 讓人無法接受 心寒 心很痛 好像又重重的被台北市政府踩踏了一下 報告上面寫著 大直街九十四項三龍十二號的狀況 跟三十號 基地三十號極為相似 所以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出 該局部疏鬆情形跟機態是絕對相關的 對處八次見關處復興 這個鑑定報告是幾出 透過日代檢查發現 這區土腳底 同樣有第一三年的狀況 並沒有說森林跟基台無關 報告中有萬有幾出 基台四江有對四口尾組合作成 尿條頂損害 更有列出四江前後的差別 增寬的裂縫 增長的裂縫 都去做了一個紀錄 那這個 這個就是變成說 我們報告裡面有一個六百多萬的一個賠償的金額 的依據 因為前後有一個比對 施工前跟施工後 他改變了什麼 警官署也表示 若受孫後對鑑定結構有疑問 也許可以請土木技術工業作用 歐洲八次府收到關於土木技術工業 鑑定報告之後 也會發問給基台 要求基台跟組合說 算害不上和歐洲的協商 記者總合不得